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一般在我们这样的讲述案件故事的频道里 如果说某个人失踪了 那么一般都代表他已经遭遇了不测 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 他或者他可能都已经...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们 无一例外的都是遭遇了这样的命运 只不过他们最后被人发现的地方 都非常的匪夷所思 Jamie Minor是一名生活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26岁女性 她在市中心的一家高档餐厅里当服务员 在2011年5月23日这一天 她的行为举止都特别的反常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走路也有一些摇晃 餐厅老板看到她这个状态就让她提前下班回家 而她的同事们也担心她在回家的路上可能遇到危险 于是就让她在休息室里等一等 然后他们就联系了Jamie的一个朋友来接她 护送她回家 半个小时之后 当这个朋友赶到的时候 休息室里却不见了Jamie的踪迹 Jamie的朋友赶快给她打电话 但是整个晚上她也没有接 打去她家里 她的妈妈也说她并没有回家 人们的心不禁悬了起来 第二天 Jamie没有来上班 晚上也没有回家 于是她的家人马上就和警方报告了她的失踪 警方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查 但是也是毫无头绪 Jamie就好像凭空消失在了空气里一样 身不见人 死不见尸 六个星期之后 在离Jamie工作的餐厅大概一公里远的一栋写字楼里 人们感觉最近楼里的空气质量是越来越差 似乎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传进鼻子里 让人作呕 于是管理员叫来了技术人员检查一下大楼的通风系统 而这栋楼的通风系统是装在旁边的一栋三层楼的附属停车场的楼顶上的 于是技术人员就来到了平时很少造访的停车场楼顶 在这里他发现通风口上面的铁栏被人扯了下来 入口旁边还有一些女性的财物散落着 于是他马上就报了警 警方到达之后就立刻调取了停车场和大楼周边的监控 而在监控当中 他们看见了让他们苦苦寻找了一个半月的Jamie的身影 就在失踪的5月23日晚上 Jamie来到了这个五个街区之外的写字楼 这栋楼的最底层的门面房是一家叫做Perry的牛排馆 Jamie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他在迷迷糊糊当中也许又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员工 通过监控 警方看见他最开始是想从建筑旁边的侧门进入牛排馆的 但是当时整栋楼都已经上了锁 所以他进不去 然后他就来到了停车场的屋顶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蛮力 居然就扯开了通风口上的铁丝网 然后就一头钻了进去 之后大楼里的监控没有拍摄到他进入大楼 而停车场的监控里也没有拍摄到他从通风口里退出来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 Jamie还在通风管道里 技术人员说 这些管道确实是连接到旁边的大楼里 甚至是能够直接进入牛排馆的办公室里的 也不清楚Jamie是从哪里知道的 但是这些通风管并不是设计让人通行的 里面不仅非常的光滑狭窄 在很多地方还有很陡峭的落差和急转弯 他们平时都不敢一个人进 而且这个管道还负责给整个大楼供暖 所以里面的温度经常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 如果Jamie真的是一个人进去了 那么可能是凶多吉少 听到这里警察的心情也沉重起来 找来了适当的设备之后 警方就一段一段的拆开了通风管 终于在一楼和二楼连接的地方 找到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Jamie 看起来他在通风管里前进了很长的距离 再差一点点就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了 但是这里是一个陡峭的90度角的结构 他被卡在了这里 没有办法继续前进 而想退也退不上去 而这里是处于整个建筑里 基本上不会有人经过的区域 于是他的呼救也没有人能够听见 就这样不知道Jamie被困了多久 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最终他死于饥饿或者高温引起的脱水 而事后通过尸检 警方在Jamie体内发现了大量的置换剂的成分 这可能是他当天行为古怪的根源吧 至于这些置换剂是他自己服用的 还是被人毒害的 也因为他的死变成了永远的谜 Michael是一名出生于1961年的美国男子 在2018年的时候他已经57岁了 而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一个谜团始终困扰着他 那就是爸爸去哪了 Michael的父亲George出生于1930年代 成年之后参军入伍 后来还去过朝鲜半岛参加过韩战 回国后他在长岛市的一条僻静的小路上买了一座房子 又娶了一名叫做Dorce的女子为妻 之后他们生了两儿两女四个孩子 但是就在最小的儿子Michael仅仅两岁的时候 在1963年的一天 George就突然的失踪了 这成了四个孩子心里永远的疑问和阴影 而他们的母亲只是一直和他们说 爸爸出去办一点事来敷衍他们 随着年龄增长 在他们不停的追问之下 母亲Dorce也只是一遍一遍的说 她就是离开了 没有回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是我们自己过得也很好 它并不重要 总之就是用这样的话来应付孩子们 而且对于自己丈夫的失踪 Dorce也从来没有和警方报过失踪案 周围的人对这个家庭丈夫的消失也有种种说法 有人说George是移亲别恋 去了别的州组建了新的家庭 而有人说George因为始终走不出战争的精神创伤 又一个人去朝鲜了 而值得一说的是 有一名叫做Richard的杂工 在George失踪之前就经常来家里帮忙 而在George失踪之后不久 Dorce也就带着四个孩子嫁给了Richard 但是这段婚姻也在1983年以离婚收场 期间四个孩子一直都在试图搞清楚自己父亲的确切下落 尤其是最小的儿子Michael 父亲失踪的时候他只有两岁 没有能够记住父亲的英容笑貌是他一生的遗憾 但是诡异的是 他总有一种感觉 就是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生长的那个老房子 而四个孩子成年后也总是不约儿童地开玩笑说 父亲可能就在老房子的地下室里等着他们 时间来到了1998年 母亲Dorce因为癌症病逝 在照顾临终的母亲的时候 Michael又一次地问他 爸爸究竟去哪里了 而Dorce也还是说 他就是出去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 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Michael在母亲病逝前不久 从他的手里买下了这栋老房子 然后就搬了进去 他开始检查房子的各个角落 走访周围的邻居 试图在有生之年搞清楚父亲真实的下落 几年之后 在各种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后 Michael请来了一个灵媒帮忙 这名通灵人士在房子里看了一圈之后 指着地下室里的一个角落说 George就被埋在这里 灵媒的话和Michael心里从小的感觉相印证 也最终帮他下了决心 开始挖 而这时他已经有50多岁了 有了两个儿子 比他父亲失踪的时候还要大20岁 但是挖掘工作进行的非常缓慢 因为这个房子非常的老旧 而地下室下面就是房子的地基 挖掘工作如果简单粗暴 可能就会让整个房子垮塌 于是很多年来 Michael都不停的更新技术 添置设备 在花了很多钱的同时 也让挖掘的进度非常的缓慢 用了几年的时间也没有挖到任何疑似人体残骸的东西 这让Michael非常的沮丧 这时他想到了自己曾经的继父Richard 他会不会有什么消息告诉自己呢 于是Michael联系到了Richard 但是Richard此时也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他答应和Michael见面 并且说自己要解开他心里的疑惑 但是可惜的是 在2018年6月的一天 就在他们约定见面的前一天 Richard居然病死了 这件事给Michael的打击很大 要知道这个时候他也已经57岁了 心里一着急 他也中风昏倒了 醒来之后半边身体麻木 没有办法再继续挖掘 一想到自己这一辈子 可能都没有办法找到父亲的下落 Michael就不停的叹气 还好他有两个孝顺的儿子 不忍心看见自己父亲就此消沉 于是虽然觉得希望渺茫 两个儿子在每天轮流来老屋 照顾Michael的同时 也都会到地下室的洞里 继续挖掘一阵子 四个月后的2018年10月30日 他的大儿子突然从地下室跑上来 对Michael说 我可能找到爷爷了 Michael听到这个消息 虽然已经半身不随了 但还是颤颤巍巍地爬到了洞底 而在那里 他果然看见了一具骷髅 随后当然是报警 而警察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之后证明 这名死者就是失踪了50多年的George 他的遗骸上有一处颅骨的骨折 这就证明他是死于顿气的外伤 于是警察以凶杀案立案 但是鉴于所有的知情当事人 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件案子也许永远都将是一起谜案了 而因为George曾经在寒战中负伤 是一名有军工的退伍军人 最终台北儿女们安葬在了卡尔福顿国家公墓 下葬那天包括4名儿女在内的50多名家族成员出席了葬礼 而George当年的一些战友也前来致哀 而最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的木质名是 He never left 他从未离开 Corey是一名帅气的英国小伙 他出生于1993年9月16日 成年之后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 是一名高级机枪手和军医 2016年他被派驻到了英格兰萨福克郡的空军基地 而几个月后的9月24日 他神秘地失踪了 2016年9月23日是个周五 当天晚上 Corey和两个朋友来到了空军基地附近的一家酒吧聚会 在那里他又遇见了几名自己多年未见的朋友 因为非常开心 所有人都开始大口喝酒 庆祝重逢 而这一喝就喝到了9月24日的凌晨一点多 酒吧的保安看见Corey已经醉得走路都走不稳了 就过来阻止了他继续灌酒 并且根据法规要求他离开酒吧 而Corey也很绅士风度地配合了这个要求 离开之前甚至还和保安在门口一起抽了一根烟 聊了一会儿天 但是Corey的朋友们却不知道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第二天 Corey的朋友们试图给他打电话 确定他酒醒了没有 但是电话里却只是传来了对方没有开机的盲音 整个周末 这些朋友们都在试图找到Corey 但是都没有任何的线索 直到第二周的周一 他没有回空军基地报到 人们才报了警 警察询问了酒吧的保安 得知了Corey离开酒吧的方向 就调取了周边的监控 很快的 人们就在监控录像里 看见了Corey最后的身影 K看出来 离开酒吧后 Corey的酒醉好像清醒了一些 虽然脚不虚浮 但是整体来说走路还是比较平稳的 凌晨1点15分 他先是去了一家自己经常光顾的外卖餐厅 买了一些炸鱼薯条 一路走一路吃 然后他停留在了一家电子产品的商店门前 他躺在商店门口的地上小睡了一阵子 凌晨3点15分 他醒来 酒醉似乎又清醒了一些 然后他继续在街上行走 10分钟后他离开了主路 拐进了一片被称作马蹄铁区的地方 然后就彻底地从监控录像里消失了 街道两边的监控没有拍到他再走出来 周围的监控也没有再捕捉到他的身影 警方随后从手机服务商那里 调取了Corey的手机的定位记录 记录显示在清晨时分 Corey的手机离开了城市区域 在28分钟的时间内 往北移动了19公里的距离 这显然不是步行的速度 所以可能是有人让Corey搭了便车 把他送到了城外 或者是更坏的情况 有人绑架 甚至是杀害了Corey 然后把他塞进了车运出了城外 而Corey的手机信号 在早上8点的时候突然的消失了 这说明他可能是没电了 也可能是被破坏了 于是警方开始组织人力 往城北的方向一路搜寻 沿途不放过任何一片草丛和水塘 但是都一无所获 期间警方甚至在公路边上 发现了一个手提箱 里面居然有一具被肢解并且焚烧的遗体 但是通过DNA检测证明 这并不是Corey的遗体 所以警察是误打误撞的 又发现了一起凶杀案 而至于这个案子的侦破结果如何 我们并不知道 回到Corey的失踪案上来 经过了几个月的寻找 却一无所获 警方只能够又把视线聚焦到了 Corey最后消失的地方 马蹄铁区 这里并不是普通居民会经常来的地方 因为这是好多家店铺的后门出口 一般是店铺用来卸货 以及丢弃垃圾的地方 一走进来 最显眼的就是一排排的红色垃圾桶 而这些垃圾一般都在清晨时分 由垃圾车统一地收走 想到了这一层 警察的脑洞突然就开了 会不会是Corey在醉醺醺的情况下 钻进了垃圾箱里睡觉 然后被清晨收垃圾的车 倒进了车斗 然后他被压紧垃圾的液压计压死 之后又被不知情的司机 倒进了垃圾填埋厂里呢 警察赶快核实了垃圾车的行驶路线 发现和Corey的手机 最后移动了路线相符合 于是警方对社会公布了这个猜测 但是Corey的母亲却表示 不能够接受 她说Corey是一个 非常注重自己外表的人 她宁愿露宿街头 也不会选择睡在垃圾桶里 但是警方排除了所有的可能之后 认定这就是Corey失踪的原因 而为了证明这一点 警方还需要找到Corey的遗体 于是他们组织了一大批警察 来到了垃圾厂进行挖掘 因为此时距离Corey的失踪 已经过去了五个月 垃圾填埋厂里 从Corey失踪那天算起 已经又埋进去了七千多吨的垃圾 而警方需要把这些垃圾都挖出来 并且仔细地检查 按警察最开始的计划 这个垃圾厂的搜索行动 需要十个星期完成 但是最后警方花费了整整20个星期 和大量的人力 才挖出来了所有的垃圾 而整个过程耗费的资金 高达120万英镑 这是萨福克郡警方 为了调查失踪案件 进行的最贵的搜索行动 而这期间 警方甚至还在垃圾堆里 挖出来了一个据估计 是死在1940年代的女性的头骨 但是他们就是找不到Corey的遗体 而随后更狗血的是 警方很快对外宣布 他们发现那家垃圾处理公司的车 会前往城北两家不同的填埋厂 倾倒垃圾 而在Corey失踪的那天早上 那辆车好像是去了另一个垃圾厂 换句话说 就是警方花费了天价 折腾了上百名警员 五个月的挖垃圾的行动 完全挖错了地方 虽然警方随后在另一个垃圾厂 也展开了挖掘行动 但是在挖掘了1400吨的垃圾之后 他们就停止了 估计一方面是花的钱太多 负担不起了 而另一方面是参与的警员 可能都有了抗拒的心理吧 总之警方在这场搜索行动当中的 总花费是210万英镑 但是最终却无果而终 Corey的母亲始终拒绝相信 儿子是死于这么无厘头的原因 她和当地商人募集了5万英镑的赏金 来征求儿子的线索 直到2018年10月 警方虽然没有找到Corey的遗体 但是他们发现了一项有利的证据 那就是垃圾车上的 寄中电脑里存储的垃圾箱的重量数据 从2016年1月到2017年2月的 整整一年的时间里 垃圾车在马蹄铁区收的垃圾桶的重量 都是介于20公斤到30公斤之间 只有9月24日清晨记录到了一次返舱 那个垃圾桶的重量是116公斤 刚好和Corey将近90公斤的体重相吻合 这应该就能够证明警方的猜测是正确的 终于Corey的父亲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 接受了警方的论断 并且缅怀自己的儿子 而Corey失踪的时候 和他交往刚刚5个月的女友April正在美国度假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他也赶快回来参与了搜索 而几个星期之后 他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Corey的孩子 最终在2017年6月11日 April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为Elly 希望这个新生命的降生 能够稍稍地抚慰Corey的家人 同时亲人的爱上吧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